要成为称职的小股东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 只要抓住四个关键点 一 随时了解最新信息 保持信息凌通是非常重要的 需要随时了解经济趋势和影响市场的因素 特别是关于环境 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系的问题 这些因素可能会对公司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二 阅读年报 记得在年度股东大会前阅读公司的年报 重点关注收入趋势 利润 现金流等关键领域 这些数据能够帮助了解公司的健康状况 也能更好地预测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 审查提出的议案 仔细审查每一项股东大会上提出的议案 特别是在董事任命方面 要评估这些董事能否为公司带来价值 他们的背景 专业知识 甚至他们是否同时担任了太多其他职务 都会影响他们的表现 四 提早准备问题 在股东大会前 根据上次会议的记录 起草一些具体的问题 这样在会议中 便能够更能针对性地参与讨论 这些简便的步骤 将助你成为合格又寸主的小主动 不仅为公司贡献力量 也能让你的投资更有价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